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到底怎么办 但是对我们从业人员的话 我一直给大家讲一个问题 就是要深深地理解一下 加拿大它这个税的话 我们都把它叫做收入税 英文的话叫什么 叫做income tax 这个非常关键 income tax 跟它对应里另外一个叫做asset tax 也就是说这个是income based tax 另外一个就是说是asset based tax 也就是说我来讲的 在加拿大来讲 它是根据这个收入来计算税的 它不是根据资产 对 所以说来讲的话 如果是我们的确拥有这么多资产 特别对我们新移民朋友 我们来到加拿大时间 这是我以前所积累的财富 说赚到的财富 那么这些我带到加拿大来 我带之前我赚了多少钱 与加拿大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去加拿大也欢迎 也就是欢迎这些带住的 这些新的财富 这个很正常的 所以说对朋友们来讲 如果说是的确这些资产 是以前所拥有的 你带进来 你该过怎么样生活 你该过怎么样生活 很正常 所以不用担心 即使税务局敲门 你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说 这个钱是合法的 对 那么在这个上面来讲的话 另外一个很明显的问题 包括我们做这个行业 很久的话感受了 举个例子过了两年 过了三年 五年六年七年 几年之后 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 他在这边生活 那么这个收入一直没有 但是刚开始来的时间 带来的钱基本上快用完了 那很明显的话 它下面有可能 其他方面的资金要进来 那但是这个资金 这些资产 在刚来的时间的话 也没有申报过 这是个海外资产申报的 所以海外资产申报 很多人都以为的话 是这个税局的话 好像对我们过不去死的 是完全不是 其实税局给了你一个工具 但你要好好地把它用起来 就是我申报了 这是我以前的资产 我这样 但是加拿大税局 并没有说 你不可以拥有海外资产 没有的 你拥有海外资产 你这样可以拥有 你现在加拿大生活 你没有转进来 你这样可以拥有 这个不违反税发的 也就是说 掌握一下这些 发力方面的这些知识 对自己的话 对这个税务规划 非常非常地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那如果说比方说 我之前没有报 我可能进来的时候 我没有报我海外资产 或者说我只报了一部分 然后我的海外资产 在我在加拿大 这几年中间 它又有变化了 也许我以前就有个 20万的小房子 我在中国 现在我因为在北京 上海我20万房 变成200万 甚至变成2000万 当然这个比例有点夸张 就是说 我又用了这笔钱 又去做投资 只是这个增值的部分 我没有跟加拿大说 那现在税务局来查我税 如果我碰到这种情况 我怎么办 怎么去交代 在这上面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来讲 如果这个物业是在过内 举个例子说 上海也好 还是北京也好 我们由于上海为例吧 好吧 那么如果这个物业在上海的话 如果是在过去 你拥有期间 你一定成为加拿大税务局面 但是 你拥有期间的话 并没有产生组金收入 其实税发上来讲 并没有要求你报 但是 当你卖掉的时间 增值那一部分 特别你在资金要转进来 是那一年你要报 所以说过去几年没有报 这个不违反税发 这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是当年产生了收入 收入你当年每年都要报 所以说在这个物业这一块来讲的话 分这个住宅类的 分这个商业类的 这个不动传这一块的话呢 要是清楚了明白了 并不是很复杂的 对 还有一个问题是 如果是 其实这个海外资产的话 我们华人朋友特别关注这个不动产 不管是在国内 还是在这个海外 都特别愿意投资这个不动产 其实是海外资产分的种类 可不止这么多 不止一个不动产 很多类别 对 所以说对我们来讲 一般来说的话 我们愿意就是 和我们的朋友们来讲的话 你要花一点时间 我们通常来讲 要花差不多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 你把它全部给它讲明白 讲明白之后 整理一下 对 这个移民到加拿大的时间 第一个是这个身份发生的变化 市有居民身份发生变化 另外一个来讲的话呢 在这个时候的话呢 这个资产 这个包括牵扯到 你一旦来到这边之后 我们通常建议我们的朋友 你要准备好 因为特别做生意的 或者其他方面有债权的 或者其他方面的问题 你要心理上有个准备 考虑到下面资产安全 资产的整理非常非常重要 对 那Frenton 你怎么看的这个税务局 你在讲的 但是你也比较讲 这个一般来说是 倒不奇怪 因为是符合税务局一般的一种思路 其实我们可能在五六年前 都听说过个案 没有像这次有系统的 成为专门一个小组 也有的税务局抽查 就根据这个区域 甚至在他的家的附近做一些观察 那么 而且税务局现在还有举报热线 还有奖金的 他是有理由去质疑怀疑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国家 这个机关的一个权利 也没有什么特别 但是可能我们这边的话 那作为新移民 可能刚才Stanley讲的更多的时候 第一我认为有些是误解 有些是并不是说真是那样 以恶传恶了 我觉得是这样 所以呢 请教专业人士应该是很重要的一点 对 其实回到物业税的这个话题上 就是对于省府争这个税 包括像加拿大就是联邦政府 现在也在考虑说 怎么样能够跟审核市 因为温哥华现在要引入这个空置税了 已经省府省一会已经通过了 那各种税率 这些在国际社会上 也已经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甚至像中国政府都有跟加拿大讲说 你按照现在这个模式再往下走 房市好像还是一发不可收拾 政策方面不见得有一个很好的 一针见血的一个成效 也许你未来万一 比方说银行的这个利息一涨 可能你整个政府的这个财政都会有问题 怎么看这个观点 如果说和现在这个增加了这个额外 这个additional fifteen percent property transfer tax 比较起来的话呢 我觉得说实在好 我从我个人来说 我觉得更应该征收这个空置税 这个是合理的 真是合理的 这个这个空置税的话呢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它就是把这个 我有我有钱我有资本 我买下来 我买下来又不住 那你失去了这个房屋本身这个目的 那就变成了这个 我们经常讲的奇货可局 就是它同货 同货的话 造成这个市场的供应的缺少 然后的话呢 等到价高时间的话 把它买出去 代价而股 我觉得这种 从房屋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我的确是这个税是真的是应该收 我真的同意这个税 我不知道Franck怎么考虑 空置税 在大温哥华十几个城镇里面 应该是温哥华市政府最积极的 对 罗比辛市长是主流 那么反而到Richmond 就明显的 他不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或者认为操作上啊 还有很多的很难处 那Burnaby各方面的别的周边市政 可能反映都不上温哥华 他的思路肯定是先往把这个B10的这些个业主呢 不要把它当一个只是投资炒卖的一个工具 对啊 把它一个功能利用出来 逼出去市场 因为我们现在这几年的话 不光是这个房屋物业的价值 房屋的租金也涨得很凶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危险的 因为我们温哥华这里 这两年也都不断的来促销自己 希望做一个更多的一个高科技方面的 那么往往这部分的话 新的年轻人 他们可能就因为这个房屋的话 让雇主感觉很难去应聘他们 所以有些人 现在有些的企业的小总部 都搬到了Kelona和BC内陆 这个实际上也某种程度上 对这个所在市的税积也会降低 也很遗憾我们这边一方面市政府 省政府天天希望外国投资 讲投资环境都好 但这部分 这可能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我觉得不光是在温哥华 在北京上海 在纽约隆东都会有这样的 我觉得在这个做法上 可能还需要一些精准的操作 要不然的话 可能很多的房主 还有办法去把它避免掉 反而达不到这个方式 你们觉得现在就是说 政府出台的这些政策 就包括我们近期听到的这些政策 就是对于控制房是真的有效吗 另外你同意说像世界银行 像WTO 甚至中国政府跟加拿大警告说 你再不做可能就崩盘 也许影响就特别大了 同意这种观点 我自己觉得 我个人感觉 根据美国以前发展 加拿大理事 我倒不觉得那么悲观 首先加拿大的银行体系 对这个房屋贷款相对 还是控制表演 我们的央行有一段时间 经常要把这个门槛再提高 提高 因为这是有巨大的 以前的美国次贷危机的那种 随便填个表 就可以拿十分八分的贷款 这个是有强烈的对比 所以你觉得这个政策上还是好 他们警告是对的 但是我不认为那么严重 好的 那Stanley再用最后用十秒 总结一下你的观点好吗 我觉得目前政府 推出这个政策的话 还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好的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 感谢Stanley 感谢Frank 上我们的节目 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也请您继续关注 我们风华资讯的官方微信 我是武锦 我们下周见